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这是把话说出来了 是真话说出来了 随心应量 所以我们不能执着 我们依据经典教会去修学 这个修学 必须要知道的 一门深处 在一切经里面 我们都看到这个榜样 你看楞严经 以二十五位菩萨做示范 二十五元通 华严经上 以五十三位菩萨做木饭 都是教导我们一门深处 而在一切法门里面 对一切众生最方便的 最稳当的 最快速的 就是持明念佛的法门 所以说阿弥陀佛第一 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实际上就是讲 念佛 成佛这个法门 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是这么个意思 你明白之后 你就不会疑惑了 我以免得了